恭喜各位抓住每一次能够抓到的机会 但是我更想跟这次失去机会的人讲几句 我觉得我们其实一样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一次有这么好运气过 小学考重点中学小学也没考上 重点中学没考上考大学考了三次 没有无影那么运气 几乎所有的竞赛评选我没有一次有机会 但我觉得我挺好的 就像刚才有个选手讲什么是激情 激情是我们可以失去一次机会 我们可以失去一次竞选 我们可以失去一个项目 但我们不可以失去做人的一种勇往之前的精神 就永不放弃的精神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从95年开始出来创业 那时候没有一个投资者愿意投资我们 从来没有人说过马云你可以 但我知道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可以 如果不努力我们一点可以都没有 没有这机会 所以跟所有人的分享 在我看来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三个要素 眼光胸怀和实力 眼光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胸怀 男人的胸怀是冤枉称大的 实力是一次次的失败 你的抗击打能力就是在被一次次打败的时候才能练出来 所以也许这次是最好的机会 我自己在创业过程中 我都记不得有多少是倒霉的事 但我每次只要有一点点开心 就会让自己左手温暖右手 所以创业的路 创业路都挺长的 谁都不知道今天好 未必明天好 今天不好 明天可能还会更好 所以呢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 加入创业者的行列 感谢大家 一如既往